在教育的历史上 在教育的迷路中 在生命的迷路中 我们风雨无助 不管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 我想我们都拥有了一颗 爱心 耐心 信心 还有勇气 只要在上面的领导者 喊冲 喊劈 喊往前进 我想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使命必达 勇往直前 充满温馨及感恩的九月份里 为表扬每一位尽行尽力 于幼儿教育上 热血教师们的辛劳与努力 于教师节前 在高雄盛大举行 2014中华民国 第二十二届幼儿教育上 给予七十二位幼儿教肯模表扬 秦圣童 看你这个幼儿奖 每年基于我们的理天宿 还有我们教育部都支持外面 都基于我们的理天宿 都是出钱书利 来大家共享 这一份荣耀 我也希望得到这一份荣耀的人 我们幼儿教育 好好地为国家的下一代 好好地培养国家下一代 因为政府对幼儿教育的重视 总统马英九 副总统我敦一 均特点神赫 对长期在幼儿教领域 牺牲奉献的幼儿教人员 表达感谢 而幼儿奖荣誉主任委员 吴清姬请到现场 为得奖者加油打气 我们都了解 幼儿教育是一个孩子 成长的一个开始 所以幼儿教育他们说 孩子不要吃在小点 如果能够在启蒙的阶段 拿一个很好的教育 这个孩子为了发展 是会有更大的潜力 拥抱小小来 我们国家社会才能大胃 这一句话的一件事 非常重要 也更显示我们幼儿子教育 这样的一个价值的贡献 幼儿教育在我们股图展认内 推动 从111年开始 幼儿教育的幼儿教育 统统改成幼儿园 将近13年的时间 就是在各位这么优势 这么用心的一个 我们宇宙的工作很快 长期的革命 我们才有今天的一个情面 在两岸上帝也算是一个成功的一个经验 我希望我们这个男生的经验 无论的传统能够继续发扬光大 秉持者拥抱小小孩才有大未来 提升幼儿教品质 关怀幼儿教育的理念 中华幼儿教育策进会 22年来坚持全程幼儿教育工作 表彰幼儿教肯模等深深任务 使全体幼儿教伙伴 展现幼儿竹精神 更有竞争力 创新蜕变 使幼儿教事业永续经营 我们当初的诚意中心 就是为全国的幼儿教 还有这些教保人老师来谋福利 还有一些应该有的潜力与医务 然后教导我们这些幼儿 成为一个世界的公民 自从吴清津部长男人部长以后 他强调就是保障合法 然后职业合理的分配 让公私立的老师 同样的重视 在这个区块里面 幼朵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让老师非常信心 让我们的幼儿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而幼朵奖座用夺作为最上层 底座制作材质为大理石 夺成铜绿色 高雅优美 一临不遥 象征幼教工作者 现身教育的执着与专业 也是幼儿教育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那个幼朵奖的选择标准有一个就是说 教保员 幼教老师 还有员长都要在那个 独自一个员所认识三年以上 才能送选 然后要在那个教育局 有登录的老师 有着位表现 还有那个特殊贡献的 我们才能够通过评为 这个幼头奖的优良教保员 优良教书还有解释演讲 孩子在启蒙时期 并没有依凭自我意愿去选择老师 只能在父母的安排下 去接受老师的引导体验 因此 幼教老师在孩子成长学习 关键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老师的良愚将决定幼儿 未来的学习 事实上我们觉得在一个 幼儿园是孩子的第一个学校 所以对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他就像一个白纸一样 你给他什么颜色 他就以后就变成颜色 孩子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说选对起跑点 能够赢在终点 那么中国人更有一句话 是说三岁定终生 所以我们就知道 学前教育 幼儿启蒙的这个教育是有多么的重要 不要用过去的观念去教育现在的孩子 让他去应付未来的社会 所以专业的幼稚教育是非常的重要 教育是一种生命的对待 因着无私的爱与包容 让每个生命得以欣然成长 老师就是那散发光与热的灯塔 以智慧的光芒引导方向 用慈悲的热力温柔神秘 投入幼稚教工作已经有20年的光芸 那很感谢中国幼儿教育社 因为他总是不遗余的 为幼儿教师争取许多福利 感谢曾经与我相处的孩子们 他们让我知道生命的无价 还有成长的幸运 也感谢我的工作伙伴们 他们感谢他们的辛劳 又多讲 让好的老师得到肯定 让好的老师得到鼓励 所以他们的付出得到肯定的同时 好可以再更好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都讲的老师 当掌声响起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爱与大家同在 掌声过后我们必须要更努力 来照顾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的社会得到更和谐 让我们孩子得到更多的照顾 中国幼儿车经会是在80年的时候成立 那在今年的时候 我们经过全体会员同意 开回中华幼儿教育车经会 帮助我们的幼儿教团体 幼儿整合 还有现在的师资培育方面 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实施后 幼儿教育迈入新大内成碑 透过法规的定顶 以确保教育品质诅咒方向 并明确规范幼儿园从业人员 家长的权益与义务 幼儿教育因为公司率 比例差距还是7比3 那政府有在尽量把它平衡 政府要在成立公立幼儿育园的时候 也要去想到说 以前树立幼儿育园的辛苦 那大家都可以精明发展 公平公正的 去对待我们这个树立幼儿园 这样才平等 很多的幼儿育园的经营心态 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那现在的经营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想借有这次幼奖的颁奖 让所有的得奖人能重拾荣耀 那也希望他们回去之后 能够对幼教的工作 能够有另外一份的感受 中华幼儿教育策警会 凝聚全国幼教节的力量 整合幼托差异 让私立经营者感受政府的重视 与公私立资源分配的改善 超过中国幼儿教育策警会 更名为中华幼儿教育策警会 使得策警会更能名副其实大 促进两岸右脚交流 我们正办两岸三地 就是我们要走出去 跟中国大陆互相交友 互相互动 随时交流 还有幼儿一起交流 我们去随意他们好的 他们来随意我们好的 那所以我们今年正面了一个 专华两岸三岸右脱奖 幼儿教人总有着正向与光明的态度 去面对所有的困难 在幼教职场上的老兵与新兵 都一直昂首阔波地坚持 走在幼儿教育的这条美丽花园大道上 中华幼儿教育策警会 为全国的幼儿教老师 还有全国的幼儿教育小朋友加油 中华幼儿教育小朋友